今天呢是A股迎来了上半年的一个收官站 三大指数呢 今日是集体的收涨 截止今天收盘呢 户指是涨幅0.62% 暴在了3202.06 深层指呢是涨幅1.02% 暴在了11026.59 创业板指涨幅1.6% 暴在了2215.00 科创50呢是涨幅0.37% 暴在了1005.15 今天呢市场的成交额呢 超过了9000亿元 北向资金呢 今天也是净买入36.75亿元 行业板块呢 也是呈现一个普涨的态势 从今年上半年的整体表现来看呢 户指是累计上涨接近4% 创业板指呢下跌近6% 那一辉老师就从今天的这个指数表现来看呢 属于一个超跌反弹低开高走 那您觉得就目前的指数来看 它是已经 它是一个反弹还是反转 或者说它已经起稳了吗 我认为是一个反弹 也是一个起稳的一个标志 还记得我们在近期重点强调 尤其周一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 讲到了下跌 我认为是一个黄金坑 而且这个黄金坑 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下中字头的带领效果 当然今天是6月30号 是6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也是整体上半年 我们先把6月份 整体我们对市场的预判 我们做一个总结 我们可以看一下上升指数 6月初的时候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在这一天形成大跌 也就是公布了5月份的PMI数据 达到多少呢 低于5是48.8 所以说在这一天形成大跌 好了在这一天的时候 我们强调整体指数并不悲观 我认为是一个连续的一个震荡反弹 要关注的是什么 六式均线 我们看到我们在六式均线 也就是当时是端午节前 我们强调六式均线已经形成了重压力 首先它是一个支撑 也是一个压力 牛熊分界线嘛 要形成一个强势突破的话 必须要放大量 我们可以看到前期也是形成了主要的支撑位 好了在形成压力之后 一个快速下跌 我们在本周一的时候强调的是什么 这个调整 当然是在我们预期之内 但调整的空间 其实在我们的预期之外 因为已经跌破了3168点 所以说从整体的结构 我们要注意一下 3418点整体下跌 C1 C2 好 C3 那么这个三波段是C4 好我认为这是一个C51 然后是一个C52 我还记得我们的强调过 六式均线 仍然是压力 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在3271点 好了这里面有一个相同之数是什么 3168点 当时我们强调中字头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托底市场的作用 当时中字头带领的是什么 这一波反弹是TMT人工智能 那么这一次的反弹 我们发现中字头仍然是托底 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字头在托底之后 它在今天上涨多少 百分之零点七八的上涨对吧 我们在近期强调的是什么 整体在周二的时候反弹的先锋是在于什么房地产板块 对吧房地产产业链形成上行好周三我们看到形成一个探底回升也就是我们都知道像电力煤炭板块形成一个上行包括在今天我们看到重新又回转到了什么呢也就是以这个家居用品啊包括像人工智能相关的通讯设备啊以及证券 为什么今天形成一个普涨格局其实今天证券是一个散户的一个标志性因为在本周一的时候如果偷偷着有留意的话我们看一下本周一的大涨当时我们强调的是什么是油资为首的人工智能形成一个主要的抛盘抛掉了整体的这些相应的浪潮信息啊包括一系列CPU啊光模块公通性一批的形成一个下跌当时我们强调什么油资品种有一个高低切换 那么好这是油资同时证券也就是散户的一个代表当时来讲的话是油资带领散户形成一个多差多我们强调是一个什么整体是一个黄金坑我建议我们应该重点关注一个反弹的一个机会了首先我们强调的是五日均线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吸引力的性质我们再回看一下啊就是在这个位置啊我们强调的是什么五日均线离的比较远五日均线是属于什么有吸引力性质当时我们强调均线三重性质支撑压力性质 还有趋势性包括五日均线它有一定的乖离率比较远所以说要回到五日均线或者站上五日均线目前五日均线已经站上而且是什么今天有所放量并且证券已经开始明显的形成一个上行所以说我认为下一阶段很明确在下一周还是一个震荡反弹 当然在近期来讲的话我们看到量能没有形成一个上万亿仅仅还是在九千亿或者是九千亿以下整体今天仍然是一个普涨格局也就是主线仍然不明一定要仔细听一下主线不明虽然说我们看到房地产家具用品这些都涨了那么这些都不是主线这些上涨的原因我们其实在直播里面也重点强调是在于政策的落地的催化形成一个反弹我们发现首先家具用品今天上涨是在于什么促进 家用电器就是家电的消费所以说这促消费所带来的上行这是其一其二我们看到近期机器人概念为什么形成大涨不就是由于整体的加速机器人的落地北京深圳上海相应的都出台关于工业机器人包括人型机器人的一个落地的政策所以说像减速器机器人相关的概念以中马船栋为主的形成一个大幅的上涨这就属于什么政策的催化所带来的上行包括在前期我们看到新能源汽车加速的一个我们所说下乡也好包括 我们看到像一些购置税的一个减免也好所以说整体的汽车整车包括以汽车临配件形成一个上行都是在政策的催化下形成一个反弹好了下跌的原因是在于什么数据的落地之后不及预期刚才我们强调的是5月份的PMA数据是48.8 4月份的PMA数据是49.2刚刚我们说今天早盘的时候公布6月份的PMA数据49%相比于上个月是多少多了0.2要记住PMA数据叫环比是比上个月那么我们所说CPI是比的是一个同比是比去年所以说来讲的话更能够反映出目前是属于什么宏观经济还有一定的一个收缩空间还是一个弱势的一个走势 所以说对进入到7月份我们要关注什么从政策这端开始逐渐进入到一个业绩这端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刚才我们总结的出什么就是上半年其实是在于政策预期经济本身的一个预期的一个向上形成一个震荡也好回调也好这是其一其二主线仍然集中在中字头TMT板块那么目前主要集中在什么政策催化是在以消费端为主所以说来讲话在进入到7月份我们应该关注以消费为主 为主题的以业绩为主题的那么下一周呢就是我们要关注业绩线了是这样的